韩国华侨居善堂文化会还有汉华山东寿光同乡会 联合举办了仇神祭祀兼八八水灾赠灾活动 韩国华侨们也都热情参与 韩华居善堂文化会是早期韩华的亲目团体 经常在重大节日仇神祭祖 是华侨祈福的心灵寄托 而汉华山东寿光同乡会一项热衷服务 只要是同乡同胞们的婚丧嫁娶 寿光同乡会多半会主动出面协伴 这次为了替南台湾的受灾同胞祈福并且募款 与韩华侨们展现最大的诚意 上相祈求神明保佑同时捐出善款 募集到了款项 由韩华居善堂文化会会长毕可信 和韩华山东寿光同乡会首席副会长王清浩 一起带到驻韩国代表部 他们分别向陈永厩代表递交了520万韩元 和100万韩元的莫拉克台风证灾金 希望台湾灾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得知我们高雄小林地区发生这么大的水灾 所以我们居善堂的会员们 加紧地开始大家母卷 我们只是一个小水一个团体 就是母卷这一份款项 希望我们传达实 能专达我们居善堂我们会员的信仪 钱永厩代表感谢韩华乡亲 以具体行动发挥同胞案 根据统计 莫拉克台风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34亿元 相当于超过4兆韩元 那么现在主要的工作在灾后的重建 那么这笔钱正好是可以摆上用场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居善堂的各位乡亲 还有我们收光同乡会的各位乡亲 发挥我们这个同胞爱 我们感到非常的佩服 韩华乔社的爱心 不只让驻韩国代表部深切的感受到 也是他们对台湾最诚挚的一份关怀 台湾关电视黄群韩国首尔采访报导